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店长官姓赵叫赵林会把事 老爷子一戏耍这伙计啊 让人家给瞧出来了 所以人家一语道破 那就甭装了 这才表明自己的身份 赵林很恭维 客气话说完了 请爷儿两个吃饭 重新摆酒啊菜啊的都摆好了 酒席宴前应当是 宾主频频举杯 喜笑欢言呢 没有 这赵林似乎有心事 平杯不饮 皱着个眉头 一瞧这个张芳又冒坏 他跟赵林说这个 我请你吃饭 你还看上点什么不上啊 添点什么 要不添什么不上什么我就结账了 这话把赵林说的大红脸 这店是我的 在我这店里边吃饭能让您花钱吗 这等于往人脸上画道骂人家一样 当着四剑哥赵林啊 不便发作 可是听完这话 真是刺耳扎得哼 少剑哥 您这话就不对了 十方才已经言明了 但是我请您二位吃饭 哪能让您结账啊 那不能够 您这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不对 张芳说就得我花钱 因为你的人心疼钱 请不俩吃饭 你不乐意 赵林说何以见得我不乐意 你瞧你这模样 你瞧你这模样 赵林心了话 我瞧我的模样 你不瞧瞧你的模样 就这张芳 十五个人瞧半个月 一人瞧一天瞧不透 怎么长的 我这模样 爱着阁下 您怎么了 你不乐意 皱着个眉 似乎有心事 那甭问 你请我们 有两个吃饭 喝酒啊 你疼钱 是不是这意思 嗨 赵林一听哪的事 不能够 慢说这几个菜 喝这点酒 就比这个啊 再值得多的 我也请得起 就即便请不起 也分谁 这么大剑客 跑我这小店里头来 倾家荡产 我都心甘情愿 他要不是剑客来啊 还勾不起我这点事里 赵林一琢磨 已经话赶话说到这了 干脆啊 跟这爷儿俩把实话说了 可是未曾说之前 也要埋个关子 您二位可千万别生气 我有心事不假 可是要不是剑客 上我这小店来 我绝带不出来 我这事别人都管不了 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 天大的难办 对于剑客来说呀 举手之劳 不费事 稍得手就给办了 可是呢 我跟二位平水相逢 初次相交 有那么句话 交浅不可延伸 您二位是住店的 自有自己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 您的事情有多大 要紧不要紧 着急不着急 我贸然提出 我这事来了 您要乐意管 您稍得手给我管了 您不乐意管 我白说一样 这还有个呀 事有先后 就即便您愿意管 您那也有急事 能先办我这事吗 怕我这事再大 是我的事 与您没相干 当然了 我知道老剑客爷 想欲四海 这么大的身份 一定是急功好义 乐于助人的 这高帽子就戴上了 他怕说出来 四剑客不管呢 既然我这点心 是已经让少剑客 您给瞧破了 也算是不吐不快吧 我就跟您二位念叨念叨 张芳一听 怎么样有心事吧 赵掌柜的 你这才叫多余 怎么 你有什么事 就痛快说呀 不插吗的事啊 没有我们人俩办不了的 可就不知道你是 公事是私事 公事从这说 说的话单挑大拨 横打鼻帘 一指自己 现在张芳别的不敢说 钦差老大人面前的红人 随行委员办拆关 只要是关面的事 全好办 我不敢说 我脚面水平汤 什么事都能办 大概呀 也差不了 恨许多 你要私事呢 我可能差点 有这老爷子 夺的事 这老爷子给你办不了啊 他说到这 四见个董瑞 就拿眼瞪他 心里话 张芳张芳 狗懒 扒抛屎 抛抛 舔不尽 你自己身上还有事 你不知道啊 还公事私事 你身上是公事也有 私事也有 现在论公 你应当去公馆 去河南府 办公事 河南知府无德 让你们给私自扣押了 这多大事情 这事还小吗 你跟着钦差老大人 出来的身上有亡命 这事还小吗 论私事 你师父交给你的正贯之宝 三清门的质宝 莫门奴 让你给耍丢了 这事还小吗 你还有心思管闲事呢 你管闲事 你管也不要紧的 碍着我什么事了 诺大年纪 参风速路 跟着你 满世界瞎转悠 好不容易 这点事刚弄利唆了 你又把莫门奴给弄丢了 我还得跟着你 给你找东西 他拿眼瞪张芳 张芳脚角度看不见 张芳说上瘾了 哎 眼角余光 他一瞧啊 四剑个似有不悦之态 他脑子多快呀 用手一指照零 我还跟你说 刚才你说什么 你说老剑个爷 急功好义 乐于助人 这你算说着了 他也琢磨 这高帽 这给四剑个戴上 要不他一搭了 反正他不管 我可管不了 要说难 你没有我难 你有心事 我还有心心 我练就这点好 有事归有事 事有事在 该办事办事 该吃饭吃饭 你瞧你喝点酒 这个不乐意境的 这么大心事 多大人了 这点重复都没有 你能比得了我的难吗 我要把我的难 说出来吓死你 赵琳一听推托之词 他也有要紧的事 那得紧着人的事办 不能紧着我事办呀 您怎么了 怎么了 莫门弩丢了 你知道吗 那是我老师 传给我的暗器 愣然给偷了去了 哪去 谁拿的 全不知道了 这怎么办 老爷子就陪我找东西 量你这事啊 他也大不过我这事去 我这事老爷子都管 你这事老爷子 能不管吗 赵琳一听还不错 话到一半 给瞪回来了 是是是是 哎呀 您要这么一说 我太多了 我这事再大 也大不过您那事去 我这小事一桩 说说吧 我听听你这 怎么当的事情 赵琳这 咱把自己身上这事啊 跟这爷俩的秘书 还真不是什么大事 什么事呢 离此处啊 往东南走 四五里地很近 有个土地名叫张家和 张家和这儿啊 住了个靶子 姓张叫张福 号叫连缘 张福张连缘 靶子不错 荡乡本土 收了这么一徒弟 可就是赵琳 赵琳拜张福的时候 还不足十岁呢 小孩 张福张连缘 就交给赵琳把事 可是交了不上几年 就出去啊 闯字号去了 哇 真不含糊 凭自己的武艺 江湖上博一个美名 叫落霞飘飘 陡然 守张福张连缘 闯荡数十载 也上了年纪了 回到故乡 就想忍了 可是回来之后呢 物是人非 他那岁数的人 大半都不在了 这才找自己 年轻都是收这徒弟赵琳 赵琳现在也是成年人了 三四十岁了 开了个店 见到老师回来很高兴 文婷老师在外边 是赫赫有名 一人两个就商量着 日后的日子怎么过 赵琳可就啊 跟张连缘说了 说师父 小的时候我跟您练 那会儿我啊 岁数小 还不到十岁呢 跟您练几年啊 也没练出来 这回得了 您老人家既然回来了 我算二次学艺 虽然我这胳膊腿 已然不像小时候那么软了 但是下路我用功 您要真教我还是真小 我这店腾住点地儿来 或者在张连缘我给您立个把势场子 我还接着跟您练 张连缘说好啊 那当然我是欢迎啊 反正我回来也没什么事 这些年在外边闯荡 很烙心的积蓄 生活无忧 你要有心跟我练 我还是真教 爷儿俩商量的挺好 可是赵琳 他有这买卖 不能天天练 他得奔生活 他一瞧 老师张夫张连缘 有能耐是有能耐 稀乎就是太寂寞了 老年人就是这样 老年人在家里头 最大的敌人就是寂寞 跟年轻人不一样 年轻人外边有事业 有娱乐 老年人由于种种原因 大半时间都在家里待着 张连缘有功夫 但是几十年闯荡江湖 心灰意冷 不愿意出门 赵琳一瞧 我又不能老来 不如我给老师再招几个徒弟 就把这想法跟老师说了 说您啊 一样也敢 俩样也放 教我一个也是教 教大伙也是教 干脆啊 我替您啊 宣传宣传 在咱们张继和啊 附近这几个村 有那年轻的后生啊 老师本分 忠厚的人家啊 教点人 给您洗武得了 张连缘 好敬啊 哎呀赵琳 我不是不愿意 你说那对 教你一个也是教 多教几个也是教 可是现在这孩子呀 不好说 你瞧这挺老实啊 知其外不知其内 你不知道他呀 是真好啊 还是假好 要敢那坏孩子 小了武去呀 于咱们的名誉上有爱 我不愿意把这个武艺啊 误传匪伦 另外啊 师父我这个教法 一般的孩子受不了 你想你行 你愿意跟我 一步一步的小 是啊 打基础就得这样啊 贪多嚼不烂呢 是啊 他不是都明白这个 小孩要都明白这个就好了 他跟我小 恨得三天五天 就能出去打人家 那不行 教的练武啊 也得从基础上教 教二年 许一套全没教全 没得耐心 反正他就不爱小了 唠一个半途而废 我也瞎耽误工夫 他也瞎耽误工夫 家里的还白浪费些个 银钱跟粮食 实在是犯不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徒弟你对老师我的孝心 我明白 你是怕我闷得横 我教你一人啊 也成 别计别计别计 您说的那个话呀 我蛮明白 坏孩子有啊 但还是好孩子多呀 你说是不是 他有的那个好孩子 真想跟您小 您为什么不造就造就他呢 这么着 咱们试试 我替您外边说说 要是有愿意跟您小的 您挑 您挑那好的刘 那不行的 咱给他煞出去 不就完了吗 架不住赵林 紧窜的 一回不同意 两回不同意 时间一长 张连远可就点头了 那这事你办吧 就在老头的故乡 张家河的小村啊 就把把势场子立起来 赵林拿出钱来 收拾几间房 躺平了一块地 买点十锁十顿 买点家伙 弄得有模有样 赵林本身身上有把势 你别瞧啊 跟张福当年 小的时间并不长 但那几十年没个性 到处一漏自己的能耐啊 大伙这问 您的武艺怎么那么好啊 我老师厉害 乐霞飘飘 陡然走 张福张连远 老爷子现在退隐江湖 在家居闲 你们要有想练的 跟着我到那拜老师 算我个小师弟 大伙一瞧赵林把势这么好 想必老师更高啊 这才叫名师出高途 那好吧 今领回萨里面领回五个类 慢慢把势场的人越来越多 家里的大半还都是殷实人家 日月好过 有闲钱 赵林很高兴 除了这帮孩子有着冷 老师每天有正事干 另外很能赚几个钱 这才请老师 我给您脸了啊 四五十个徒弟 您瞧没有 张连远一瞧 这赵林的办事 效率是真高 工作能力也很不错 脸这么多人 暗含着可就跟赵林说了 嫌弃 我的徒弟 我不是徒弟伤寒 我不是有交徒弟的瘾 你脸这么多干嘛呀 咱可把丑话说头了 您说 这么些人我都交口不成 我得往下杀 那不好的 资质不好的 笨的 人性不好的 我全不要 对呀 那当然了 甭说您 我这眼睛裂不揉 啥子 您挨个的面试面试 哎 张连远把这四五十孩子 整个过一遍堂 当时啊 就杀下三十人去 留了十的大几啊 不到二十人 哎 这都是啊 张老爷子比较满意的 跟这十几个孩子说 你们行拜师礼算我徒弟 我教你们练武 可不能先跟我练 先跟大师哥练 让赵林教你们基本功 小时候我怎么教的他 他咱怎么教你们 我瞧你们够一定程度了 而且这当中要贫贫人性 是不是能吃苦耐劳 是不是能坚持 这学业的小孩 跪在坚持二字 您拿我说几岁 学业到现在四十多还在学 不是我自夸 我就坚持下来 我们那一块小的也多了去了 有的就没干这个 多了 留下这么几个 最后干了专业了 我说的倒不好 他我一直坚持干 现在也能混碗粥喝 就凭着我会这点东西 现在也能卖俩钱 养家肥脊 安身立命 家里老婆孩子 不都靠这点吗 你要不会这个呢 就我这模样 我干什么去 虚旁当种 也没力气 您瞧我挺魁梧的 什么也干不了 也不会呀 好多有了解我的 我对这社会陌生 我连支付宝都没有 您现在让我出门买东西 我还给人现金呢 我还 这有直播 我就不掏钱了 我就 人家好多老头老太 就笑话我 小伙子 您怎么还交情 我们都拿手机扫 我说您比我开明 我不会这个 我嫌内麻烦 万一手机要没电 怎么办呢 愣看这东西 拿不回家去 家里的饺子都快出锅了 这差半瓶醋 说没醋 能不能吃饺子 也能勉强吃 那不差点意思吗 这打醋去 非拿手机扫码 手机就这会没电了 上哪充电去 兜里有零钱 你给人家不就完了吗 还有好多地 现在没有零钱找 没有零钱找 我也沾过光 就因为我不用手机 我给完他钱 他找不开我 那干脆您拿走吧 你看 让我拿走了 但我说的东西 都是便宜的东西 我上手机店 买一手机 讹不走人家 您给多少钱 人都找得开你 一切的新鲜事物 我都不懂 什么直播呀 我也不会 满不懂 现在小孩跟我说的新名词 我也听不明白 我就会这个 我就坚持干这个 一开始小 我跟您说 各位也很枯燥 好多人都认为 学说像的 那得多有意思 那您没小 小说像什么意思也没有 没有段子 不交段子 你想速成 马上就上台 上不了台 都打基本功开始小 就这个基本功念字 您没有 连绕口链都没有 说被绕口链 还有点情节呢 绕口链还有个故事性呢 山前有个严远远 山后有个严远远 二人山前山后来笔眼 也不知严远远 比严远远远远远远 还是严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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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就为绕嘴 他这故事情节 这不俩吃饱了 撑他们这俩人 没事比眼啊 爱远不远 就为了让他绕嘴 但是这都是第二课 第一课是念字 您先把字念对了 包拨奔奔喷 就是念喷口音 嘶嘶嘶的舌侧音 练着卷舌音 嘶嘶嘶沾嘶的 门外有两匹伊勒马 爱拉哪俩拉哪俩 这是卷舌的绕口粒 一开始不练着 先练念字 所以您听我们 在台上说话 跟您说话 有好多人背绕口粒 这么背啊 我给您洗啊 八百标兵奔北坡 北坡泡兵 排跑 泡兵怕 把标兵碰 标兵怕 泡兵怕 这不及格 这不听着也挺清楚 也挺令我们的不成 不符合我们基本功的要求 我们怎么练 要求这速度 八百标兵奔北坡 您听这坡出来 坡不行 坡不行 包口不行 喷出去撒了也不行 这坡出来 这是喷出去 全凭唇音 坡 坡不行 您明白这意思吧 我就给您展示几个 您就知道他练过 跟没练过不一样 小孩他哪受了这 一帮孩子 天天拿着这一百字 跟着念 真有念跑了 他就不练了 都叫小姐挺有意思 这玩意有什么意思 这就是基本功 练什么也打这开始 你练糊劲 一开始里外行 嘶嘶嘶嘶嘶 练快板 拿这板就开始颠 挂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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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 练弹弹弦就是弹条 绑上指甲 登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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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练这个 你说这多枯燥 这个过程是多长时间呢 撒月 最少撒月我说 熬住这撒月 才有一点基本功 最基本的 就这个 所以我老说 什么时候基本功 就有小成了 练到亲妈 把这孩子 从屋里轰出去 甭说街坊 邻居受不了 连亲妈都受不了 天天的 三个月 登崩登崩登 这时间长了 脑袋受不了 脑人疼啊 宝贝外边练去吧 走吧 找公园没人地 练会去 在家里割不下来 小成了 就说明这孩子用功了 只要亲妈还能忍受 一会儿过来 给倒碗酸梅汤 一会儿给切盐吸过 那这孩子练不出来 练不出来 这还得老师在旁边看着功 让他自嚼的练 他肯定不练 没有那孩子有自嚼性 谁愿意苦练功啊 都打着一关过 练武更如是一样 张福张连元 这交法对不对 对 但是就不见成果 这可就出事了 他让赵林 教这帮孩子练基本功 这些孩子呢 有认头的 跟赵林练 就有不认头的 我们交学费 是跟老师小 这助理老教我们 怎么回事 说现在话 您让孩子上名校 花的是一级教师的钱 借我那老师教授 那助理给教 那老教这钱花的不值 老见不着这教授啊 导师带研究生 是耳提面命一对一啊 见不着啊 再说老师偶尔来 还是上了大课 这俩钱 练着花的冤呢 更何况回着家来 家长不干呢 家长送孩子 小什么也得见成绩啊 说你一天就画的 跟齐白石 比加索是 那不成 说已经小了半年了 怎么也得画出来 是模是样了 结果一看 还画小鸡 还画竹叶 练半年了 还画这个呢 家长也绞着冤 跟张老师 小了半年了 回来就饭量大了 没工夫啊 趁振筋窝窝窝窝窝腿 而且一打经 不是张老师教 他们一大诗歌教 这别是蒙人吧 大伙就有这样的情绪了 这还不算 那怎么叫 该着出事呢 这不是 乐然飘飘 陡然走 张福张连远 杀下三十人去吗 这三十人可没闲的 都是慕名而来 留意那十几个 比我们三十人强哪了 不也是 一鼻子俩眼吗 不也是一人来高吗 不也一天三顿饭吗 怎么他们这爱人肉 都长脑门上 我们这爱人肉 都长嘎嘎窝窝窿呢 老师那么带进 这十几个人 不带进咱们三十人呢 不教啊 不教我们就小不了啊 不教我们就没地方 花这学费去了 这三十人还挺团结 凑得一块一商量 咱们也防防 附近有没有有名的把士 有有名的把士 咱们拜他 跟那十多个啊 咱们赛一赛 到瞧你们那儿 小半年小成什么样 我们那儿小半年小什么样 怎么见到我们就比他们笨呢 这三十人你可听明白了 不是都笨 有的挺机灵挺聪明 但人性不好 那谈吐就不行 所以张立元不要 这坏孩子们 穿着的好孩子 另觅他师 找来找去 真找的一位 姓岳叫玉岳兰台 岳老师 岳兰台江湖人称 不理寻舌 这岳兰台功夫怎么样 不错 要说真正的能耐 跟张立元也不相上下 他也有个八十场子 这三十人齐刷刷 都到岳兰台这儿了 岳兰台不知哪儿的事情 一下来三十徒弟 你们怎么回事 我们都是那边 杀出来不要的 这话说出来多寒真 那边不好好教 先给啊 张立元扣上一帽子 像那个 岳兰台岳老师 你到房房啊 偏听偏信 这三十人一说呀 他怎么不好教 净收银子 不教能耐 骗子 我慕名老师 您是真教 而且您这儿啊 来了半年就有所小城了 那功夫就不错的了 我们想跟您想 岳兰台一听啊 对了 宝贝们 你们三十人算明白了 头名师 访高有 老师啊 要是不明 弟子卓 我这儿 你知道叫什么吗 老师您这叫什么 岳某人开的是速成武术社 速成班 我这儿包快 行了 你们把钱交完了 明就上我这儿上课来吧 这岳兰台啊 还真是不怕辛苦 第二天来 也不交战戒 也不交基本功 直接就交把势 这拳怎么打 这掌怎么打 三十人交的还不一样 他会的多呀 这五个一组交拳 这五个一组交腿 那五个一组交刀啊 这五个一组交枪 和打出来好看热闹 三十人一挑怎么样 咱们对了吧 上这儿来多好啊 叔说这儿 我还得跟您说闲话 现在好多班 就越兰台这班 蒙孩子钱 速成 就冲这速成俩字 您就不能让他去 什么技术 什么艺术 也速成不了 我还是这句话 他们负责什么 就是负责看孩子 别给孩子磕着 别给孩子碰着 替您看过孩子 您烙一省心 您要认头花这钱 您就给孩子送去 您要想让孩子 学玩意儿 千万别去 社会上很多班 我这拨出去 好多人得恨我 很多班 蒙孩子钱 赚孩子家长钱 现在孩子钱 最容易赚 我不敢说别人 我就说我们孩子 我们孩子 在三岁的时候 幼儿园 让他报班 有很多班 有 乐高班 后来我才知道 乐高是什么 是玩意儿 是积木 但跟我小时候 那积木不一样 我小时候那积木 没锁 人家有锁 摁上之后就不掉 能搭一城堡 大人玩的乐高 跟小人玩的乐高 都有 有乐高迷 家里头 赤姿俱万 攒这个 花好些钱 那单说 那是您喜好 小孩这个呢 就是启蒙他的心智 让他手脑配合 乐高班 还有科学班 这给我麻住了 我问我们太太 我说 哎呀 夫人 咱这宝贝刚三岁 他们幼儿园有科学班 这科学班 教什么 不知道 说我也不知道 一堂课 一百个钱 一共二十堂课 八了 我一算 我说俩礼拜书 差不多能挣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这两场书 只当我白说 我把这钱 叫太太 太太 学校 办班了 头一堂课 头一堂课 一百个钱 不白花 把科学作品拿回来了 拿回风车来 三岁半 全子举这劲来了 说我们猪口的话 有一个塑料棍 塑料不说塑料 老人都说塑料 然后呢 上面有四张材质 脚对脚一粘 把这四张整一圆片 粘在一块 拿大别枝 往这塑料棍上一粘 拿嘴吹也赚 走道一晃也赚 一百个钱买一风车 不是那竹子那大风车啊 那造价高了 成本怎么也得十个钱 这根塑料棍 加这四张纸 加这一圆片的纸 加这一摁丁 我算了算 我在家大概算了算 可能不到一个钱也差不多 老师真没多赚 才赚我99块钱 第二堂课回来 我一看大吃已经了不得了 动用高科技了 第二堂课拿回一小车来 四块硬纸壳 拼一小车 底下有两组塑料咕噜 在车尾这个曹邦那儿呢 有一块吸铁石 还有一根塑料棍 绑着另外一块吸铁石 正对正反对反 小孩拿这塑料棍 一顶那车 那车 有磁铁的作用 往前一顶 那车往前出流 我一看可了不得了 这一百花质了 对啊 他这有两块磁铁了 而且这里有真正的物理 有科学了 那风是自然现象 这是人工的科学呀 就这么着 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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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大概七部堂课吧 疫情来了 这课算停了 虽然说那一千多 我糟糕了 但是我们别让孩子去 爱糊弄了 甭去了 我们孩子买幼儿园 我就甭跟您说 人老师也是好心 为让孩子有点手工吧 三岁多就上科学课 一百五千一堂 拿回来风车 拿回来小磁铁车 就这个 你要说蒙人 也不是纯蒙人 但是我心里都 反正我要 谁给我一百五千 我得坐这八八八 给人说一多钟头啊 您各位才交八十啊 我就得说一钟头啊 那我老觉得 我那一百花的冤 花的不值 所以现在外部班 我说这还是好的 还有比这还蒙人的 比这个更厉害的 这一百五千还是少的 有的那个成千上万的交钱 也晓不回来什么 越南台就这路子 他教这帮人 花拳绣腿 晓得挺热闹 但是并没有什么真功夫 可这帮孩子不知道啊 孩子懂得什么 都十了岁 二十郎当 不上半年 一个个背儿吧 而且出去打架 练过跟没练过就不一样 成群结伙 逮谁揍谁 他们脚子 就可不含糊了 咬得挨了打 告得越南台 这越南台还护独子 他还不说理 所以这帮徒弟日渐的猖狂 怎么着哥哥 兄弟师哥师弟 来吧 咱们上张的盒来一趟吧 干嘛 这几位现在就搅自己不含糊了 咱们去找 当初那帮师兄弟 比喽比喽 看看他们跟姓张 都又练出什么高明的武术来 对走 嘻了呼嘻了呼 嘻了呼上这来了 到这呢 可就把这帮人都给叫出来 不敢直接拍门 找张连元的麻烦 他们知道自己不行 把这师弟哥叫出来了 互相要交流交流 怎么样啊 你们在这边就练什么了 我们在这边 窝腰 微腿 举杠子 举石锁 全教武术呢 一周没教过 你们这老师怎么不教 老师根本就不教 大师哥赵林带带 对呀 他没法教 他藏着尖呢 当初把我们杀一下 就是欺负你们几个老师 你瞧我们三十人现在多棒 你们三十人怎么着 怎么着 你瞧这时候 他家履被他腰 啪牙 真不含糊 那个啪啪啪啪 一抖枪花 练得真热闹 这十几个孩子 一笑 哟 好啊 就这样 年轻人容易上当 就在这 没见过真能耐 一看这三人 哎哟 真不错 你们这谁教的 我们这越来越老师教的 现在醒悟还来得及 哥几个 别跟他这下单位功夫了 走吧 上那去吧 一样花钱 为什么不找真有能的人 小啊 上岳老师这 速成 比他这 白花钱强的多 哎 还真不错 当时这十几个梅都走 走一半 还剩了七八个 第二天一上课 张连远吓一跳 请假 一个俩的请假 家里有事 有头疼脑热 今儿不来练来了 怎么一走走一半 那些人都干嘛 那些人都不练了 都走了 哦 不练了 不练 跟老师说一声 这倒不错 全练溜了 那你们几个呢 我们还接着跟您练 走那七不各 在那边练两个月啊 也有点能耐了 回来又动员这七不各 那边真是速成 不瞎说 别跟那练了 走吧 又走五个 赵林脚出部队来了 逼着剩下这俩 你们俩说的怎么意思 他们到底都怎么回事 他们都上越南台 越南那边练去了 你们俩怎么不走 我们假的您教这还行 我们愿意跟这好好练 那边倒是速成 空米桥跟外婆 那个打宝是卖艺似的 和你们俩明白 你们俩算明白人 打这说呀 见自己老师张连元 是不 感觉这十多位 都俩人就给呛走了 呦 张胡也偷回开拔场子 这连来带去不到一年 本来教的挺好 十了个徒弟 都没了 也纳闷 什么叫呛走了 离咱不远 有个越南台 越老师傅 也教拔场子 合着您 刹下那三十啊 都上他那练的 他那速成五柱班 半年就都会扎枪 会耍刀花 到这边 跟这帮孩子一说 这师傅地又走十多几个 现在连我胜仨 我这俩师弟 这俩还小的半不啰啰 张连元一听啊 没往心了去 爷们 头一样说呀 土地多少无所谓 我也不止得发财 当初我没想干 这不你窜瞪我干吗 他乐意跟谁小 跟谁小 再有一个 速成就速成 他开他的速成班 咱们开咱们这个 慢成班 我就好好教 好儿不再多 一个顶十个 有你给我 当这顶门棍 再教这俩好徒弟来 我也不丢人 甭管的 咱们好好练吧 你听老师说这个话 那就甭原因了 练吧 带这俩师弟天天练 眼看转过年来呀 这俩孩子基本功 就算打得很扎实 张连元这天可就下话了 和赵琳娜 师傅 打明起 你这俩师弟不用你教了 你教这基本功 教得很好 当初我怎么教的你 你怎么教的他们俩 完全没有任何的 夜藏 是倾囊而受 再教你可就教不了了 这俩孩子不错 我亲自教他们俩 赵琳转头就跟这俩孩子说了 这俩孩子是喜出望外 呵 行了 大师哥给砸基本功砸了一年多 现在呀 算不错 老师要亲自教了 两个人再见老师的时候 是喜笑颜开 刚练三天 这天一出门 哗啦一下 三十多人给围了 他俩一瞎 怎么一个 全认的 有当初走那波 还有一块练了半年多 那十了个都在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我说你们俩 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呢 都过来 叫你们俩不过来 在哪练不是练呢 我们一直跟这练 老师教的也不错 还没品出来他这人性呢 到现在神不会 认神不教 认神不教 我们也讲这么有点功夫 哦 有点功夫 那行了 咱比喉比喉吧 到前我们岳师傅教的好 还是你们张师傅教的好 都是年轻人 这俩也不含糊 比喉比喉就比喉比喉 感觉一动手 你别瞧这帮花拳绣腿 会的不少 这哥俩基本功打得好啊 还真弄不躺下 但架不住人多呀 这帮孩子面子搁不下呀 本来说好比武是 一对一 单对单 这个大伙一瞧啊 上步 靠家 三十多人打俩人 那还受得了啊 这个一拳 那个一脚 好汉架不住人多 恶虎斗不过群狼 给哥俩打躺下了 倒没有多点伤 不是说身受重伤 那也轻一块紫一块的 转天就没敢上学 在家养了两天 这才到拔场子 赵林老大不乐意 好为老师说教了 你们倒精点心呢 知道努力啊 怎么一 旷课旷三天呢 敢再来一瞧啊 鼻青脸肿 赵林想一瞧 你们俩怎么意思 外边打架了 哎 大师哥 没法跟您说 我们俩这苦子 吃得太大了 是这么这么这么 一回事 可不找林气坏了 赵林有心 替师弟拔创 找越南台去 又知道自己能为不够 万般无奈 带着俩师弟 面见老师张连元 扑通就给跪下了 眼泪可就下来了 他们太欺负人了 啪啪啪 跟张连元的秘书 张连元听完这话 是面尘似水 伴上无言 是有点欺负人哪 平白无骨 独打我的徒弟 按说 我应当带着你们 拍门找他去 奈何一劫 一笔写不出俩五字来 年轻人打架 这也是常有之事 好吧 我跟你们俩人说 挨打为什么 还愿你们自己的武艺不高 真有武艺在身 就挨不了这顿打了 要是不明白的孩子 愿意随波助流 跟他们练去 你们只管一走 我也不拦着 要打算血这尺 抱这仇 咬住牙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跟师父我好好练 咱们练个十年八年的 到那时再打还回去 方贤你二爷的志气 哥俩一听这话呀 跪着直磕头 师父您放心吧 我们不走 我们瞧出来了 您教这真能的 他们那个都不灵 他们要单打 还未练得打得过 我们哥俩 我们跟这大师哥 好好跟您练 练十年练成了 我们再揍他们去 好吧 赵林 师父 打明起 把二厂都收了 你们仨就在我家吧 天天在家跟我练 我单教你 单教他们俩人 因为你们仨人的程度不一样 出门留点神 别再碰上他们 见着 先绕开 躲着点 忍一时 不算丢人 日后 咱们再把这面子 找回来 赵林听这话 心里都不乐意 但是师父已经 吩咐下来了 哎 师父我听您的 这口气呀 咽了 没发足 呜 这三十多孩子 可了不得了 白打完人 那边没敢来找场子来 那边说 这三十多人干嘛呀 这俩人挨完打 肯定得跟老师说 他老师不服 就得拍门找我们老师来 倒瞧是你姓张的厉害 还是岳老师厉害 为让这俩老师打打 他们好看看 安着这心 没想到这火呀 没点起来 这场架呀 没打上 这三十多人一瞧 得 没管用 那怎么办呢 骂他 哟 打这儿 堵着门口这么一骂 一开始啊 是骂赵林 你身为大师哥 不教我们 欺负人 到最后一瞧 没人敢出头 那就连张老师父一块骂 什么难听 说什么呀 你误人子弟 难道女差 你收我们钱 不教我们能耐 人家岳老师父 是身心教 要依着张连远 当作了耳旁之风 睡梦之雨 根本就不燃这茬 就是嘱咐这俩徒弟 好好跟我练 有你们出人头地那天 赵林不能老在张家待着 他外面有买卖呀 开着店呢 他出来进去挨这窝心 骂越听越搓火 越听越搓火 我心了话说 你人还有个土信呢 我老师怎么就 这么大涵养 我是能耐不够 我要够 我非得替我老师出这口气 他就暗憋这么一口气 万没想到 就是建克爷来了 广建克爷来 这事管不了 还有一惹祸惊 病态碎张芳 赵林这才诉说 以往经过 把老师这点委屈啊 跟四建克 还有张芳 这么一学说 四建克听完了呀 还没怎么样 张芳一听 你这老师就甘心受这欺负 要不就让您说呢 少建克 这事可是属于私事 不算公事 瞧不起我 那意思 这事我管不了 非得建克爷管 我还告诉你 姓赵的 你要拿话姜我 我这人还吃葱吃蒜 不吃姜 这码事不用建克爷出面 今天不算 明天 一早 你带着我 购奔张家和 面见你的老师张连元 让张连元 当面跟我说一句 少建克 麻烦您 您受点累 到那去替我把这对头 越南台给揍了 百里为尊 我要在这片要这面子 只要有这么句话 两肋插刀在所不惜 这事 病态碎 张帮应了 我替你出头 把四建克气的 心了话说 你应了 想那乐霞飘飘 陡然走 张夫张连元 在江湖上 并不是无名之辈 他都不折 这个布里寻舌 越南台 你何必呢 你怎么知道 到那你就 逗得过越南台呢 为朋友帮忙 你要想管这事 没关系 你把话说 圆圈着点 咱们也先防防 越南台 何如人也在说呀 你瞧这撇唇咧嘴 大不大懒的 四建克也为 逞讯他 旧坡下驴 好 张芳 这事你应了 我应了 那这事归你管 我可不管 赵林一听 闪电侠掉冰窟窿里了 当时凉半截 四建克不管 就凭这小鬼 他能管得了吗 你这那越南台 把是多好 我要行 我就去 他我不不行吗 哎 建克也 哦 我们爷儿俩有分工 他管的事 我不管 我管的事 他个也管不了 这不他应的你吗 你就听他的 明天早晨起来 你就带他奔张这盒 见你老师张连远 你们张老师傅 要宴给他出头去 他就去 到那他还就能办 他的把事 我不敢说准迎越南台 他心眼多呀 三绕两绕 三转两转 就许把越南台 绕在里头 他就许转不出来 哎 这么着 我讲的这事 八九不离世 你让他替你办吧 不我去 哎呀 赵林一想 这么大将个不出头 这事平常方 许办不了 将下 吃完饭早歇着 早歇着 有声话名再说了 吃完了 喝完了 眼看天色江碗 没想到四将董瑞 说出这么一句话里 赵林 你也不必回屋去睡 你陪我们俩 在这屋里睡吧 哎 好吧 张芳也不明白 干嘛要赵林在这屋睡 这就是四间和新比较深的地方 我要看看这孩子晚上怎么用功 赵林要是晚上用功 够一定水平 说明他这老师张连元 武术也错不了 要是这孩子晚上不会用功 那他这老师也是庸庸之辈 如果说张连元够身份 就凭个侠客身份 都不敢找这越南台去 张芳这事就办不了 明儿还得我盯着 要是徒弟一般 老师也一般 那越南台就更一般了 我就不去了 让张芳把这脸露了就完了 这就是建可爷 身份到了 他有很多的江湖经验和阅历 他有办法 打这说跟张芳也是两个盘腿 入定用功了 暗含着考察考察赵林 赵林搬过一五代来 也是盘腿五心朝天闭目养神 渐渐的气息云时入了定了 赵林他们一用功 张芳不以为然 董瑞在旁边一听孩子这个呼吸之声 嗯 据他所言 随时习几十载 这个内息之功 可是有了一定的程度了 虽然的老师没有很深的教的 赵林身上的功夫可就不错了 想赵林能瞧住我避弃之法 能识破我的形状 就说明这孩子有眼睛 不俗 你要照他的程度说 张连元可也不含糊 只在狭刻之上 不在狭刻之下 江湖上又有些个名望 连张连元都不敢斗在越南台 你张芳能行吗 想到这儿 老建格已然打定了主意 明天任由张芳去耍 张芳不行自己再出头提的了这段事也就是了 绝不能够看着张芳丢人现眼 老爷子 想到这儿 脑子里头正琢磨这把事 明天怎么办呢 就听见外边啊 嘎嘣一声 房上娃响 万没想到这店还住出故事来了 店长官在我这屋子里待着房上还闹贼 紧跟着医生带风声音 院子里的轻飘飘 有一人已经落地了 老爷子一琢磨 不知道奔我这 乌来不奔我这 乌来 刚响在这儿就听见拨门的声音 外边一柄刀进来 把门信子可就给拨开了 紧跟着这人一端门 矮身行可就进屋了 外边亮屋里暗 借月光之色 一看进屋这人 呦 四见个不久得一愣 啊 进屋之人是谁呀 背背着一对马凳 手里捧定一口钢刀 正是胡千里 要说胡千里的能为啊 远在张芳赵林之上 比四见客可就差点 他是贺清旭的徒弟 贺清旭交了几十年 传他一对马灯术 怎么这小子进来了 新了话说不知道张芳赵林 听见没有 这小子要打算 玻璃于我等三人 那想不了说不起 我呀 必给他一个好桥 可是没想到他愣住啊 胡千里进门也愣住了 呦 进屋缓足脸神的密桥 我十指望追到屋中 刺死小畜生张芳 万没想到这屋里 还有个四见客 这可坏了 修刀懒如俏 既然屋子我已经进来 那讲不了了 刺死董瑞那俩就好办了 恶狠狠往前一抵刀 引出来他又行刺 张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